從人人使喚的總機小妹 變身成了呼風喚雨的霸氣女CEO 這不是在拍偶像劇也不是拍電影喔 而是媒體教母余湘的真實人生故事 她甚至連經歷了三次的重大手術 被醫生宣告可能會變成植物人 但是她都奇蹟似的挺過 余湘說因為她是燃燒的鬥魂 從總機小妹霸氣CEO甚至是作家 到如今跨入政壇 病人在下我只有2% 但是沒有關係 我相信我的數字會一直往上趴的 因為他們並不認識人 媒體教母余湘一生走得並不容易 還曾歷經生死關 歷經了18天之內動了三次的重大手術 然後還活了過來這樣子 其實那個時候是非常的緊急 醫生判斷說我就算會醒過來 也很可能會是植物人 我是燃燒的鬥魂 將生命歷程寫成故事 而書中主角導演魏德勝 前台東縣長黃建廷等人都來站台 人家說女大18遍 余董在國中的時候 是游泳健將 那因為每天忙著練游泳 成績很一般 但是成績一般的 都事業做得比較成功 永遠都是充滿熱情跟活力 上百名熱情的年輕粉絲粗勇送上鮮花 而余湘也親切拍照擁抱回應 就很像我當總機小妹 或者是我當跨國集團的CEO 甚至我當上市公司的董事長 我覺得其實都是一份工作 一個經驗這樣子 我覺得朋友就像你的鏡子 然後你可以從朋友的身上 學到很多的東西 等於是說你可以 我其實這本書我本來叫如鏡的朋友 就比較文學 但是我跟別人講的時候 我的朋友就會問我說誰是如鏡 金教授 謝謝各位們 東森財經新聞 紅沛與盧伯聰 中宇銳 台北採訪報導